7月14日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 自己已簽署香港自治法和一項行政令 將會對破壞香港自由與民主的中共官員和公司 進行制裁 並且全面撤銷香港的特殊經濟地位 禁止向香港出售警察裝備 限制軍民兩用技術出口等 在同一天 英國政府決定 將會由今年年底開始 甘止購買華為的5G網絡設備 並且下令在2027年之前 由英國的5G網絡中 剷除所有已經裝備了的華為設備 這是英國政府的一個重大決定 7月8日晚 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和紐西蘭 五眼聯盟的外長召開視頻會議 討論了港版國安法和中共帶來的威脅 相以反制對策 澳洲外長佩恩在推特上 我們將會為人權和自由一起合作 目前 加拿大和澳洲已經暫停和香港之間的引渡條例 美國、英國和紐西蘭就正在審議 芬蘭在歐盟外長會議上表態支持 此外 英國已經開放為及大約300萬 持有BNO海外護照的港人 澳洲就延遲了港人的簽證 並且開闢一條入籍途徑 加拿大也正在研究 如何促進港人移民 同時 西方16個國家和歐盟在內的百多位政要 已經成立了對華政策跨國會議聯盟 共同應對來自中共的威脅 色尼科技大學教授 中國問題專家馮崇義向《大紀元》記者表示 無論是對中共還是西方陣營來說 香港也是第二次冷戰最前線的前沿陣地 它是中共和西方國家陣營對峙的最前線 馮教授說 香港是第一塊跳板 就是民主制度和共產保證的較量 以香港為戰場 全面展開 他還說 特朗普政府現時對中共政權的態度 越來越堅決 採取的措施也越來越強硬 馮教授表示 特朗普政府內部 網羅了這麼多對中共的鷹派人物 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對共產保證 有非常清晰的了解 馮教授還說 特朗普堅定認為 疫情發源地在中國 是中共將瘟疫帶給世界 這個也是迫使它作出戰略性轉變 整個美國的民意都正在轉變 也會在美國總統的選舉中 為特朗普贏得更多的選民 中共不理西方社會的強烈反對 香港人的強烈抗議 6月30日 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 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和《香港基本法》的行為 激怒了西方社會 西方社會紛紛制出制裁措施 馮教授指 現在第二次冷戰 已經真正展開 美國和西方民主陣營 下定決心應戰了 馮教授表示 以前這個戰爭是單方面的 就是中共一直對民主自由制度 對普世價值 和民主法治等採取攻勢 他還說 現在西方國家 越來越多的人 包括特朗普在內 意識到這是一個生死搏鬥 是兩種制度之間的決戰 兩種價值觀之間的決戰 這個時刻已經來臨 是兩種空心的 最新的位置 是第一次 是一種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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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的旅行的 因此